8日東南列風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在晚上10時台風啟德集結在本港以南大約270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 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 預料啟德會在未來幾小時最接近香港 本港風力將會進一步增強 而8日熱帶氣旋警告訊號將會維持一段時間 預料周末期間風勢會稍為緩和 趙雨亦會減少 部份時間有陽光 香港風民電視記者林佳堯報導